剛術後的時候痛是難免的 尤其是術後當天晚上的時候其實有被痛醒 不過幸好已經有預防性的也給我一些止痛癢 所以吃的時候晚上睡眠狀況也是還不錯 然後術後再多過幾天的狀況其實洗頭髮的時候 後面的曲髮區還是多多少少會有點刺痛的狀況 不過其實都還在可以忍受的範圍 所以術前有說的癢狀的狀況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因為以前的生活型態是比較晚睡一點啦 但是術後為了要確保貓囊健康與他的生活率 其實有盡量的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就是盡量到十一、二點就會睡覺了 然後在飲食的部分 像一些刺激性的、酒精性的飲料都比較沒有攝取啦 對,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在種植區的部分頭髮不太能夠壓迫 因為以前睡覺的姿勢會比較多元 可能會有些側睡啊 或者是趴睡 但是就是也是需要做一點改變啦 都是以正常為主這樣 在術後也要避免說用力會讓毛囊被擠壓出來 所以其實也確實有兩個禮拜的時間沒有辦法運動啦 這也是比較困擾的部分 在術後三天左右的時間 在洗完頭之後在後整區的部分 可以擦一些藥膏以及吃一些抗生素啦 然後其實就最主要的照顧就是在洗頭髮的時候 動作盡量輕柔 然後用泡沫 撲抹在就是種植區的部分 讓那些結痂的部分軟化 讓它比較好掉落 那其他其實並沒有特別做什麼其他護理 術後包的話其實最主要就是使用裡面的黏脂啊 紗布跟藥膏啦 因為就是主要就是術後幾天山口照顧 不過因為我後整區 山口的流血狀況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 所以並沒有特別去使用防水墊 去隔開山口跟我的枕頭 振穹